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主席我想請邱書長 有請邱書長 蔡委員好 邱書長好 為了推動我們健保改革 行政院九十年七月成立二代健保小組 經過提出總結報告 那麼二代健保的法案在九十五年五月就送入到立法院來 那期間經過審查 有關家戶總所的心智核心的條文 很多是遭到保留的 甚至有所餘利各黨團協商的結果 才有今天二代健保的通過 那麼通過以後 我就看到今天這個題目 我都不曉得要做什麼 因為我們二代健保跟補充保會的可行性規劃 這個不是我們早就經過我們立法院黨團協商 大家各黨團簽制通過的法案嗎 沒有沒有不是 教育不是這樣 不是不是絕對不是 我沒有在問你 來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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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 是經過這個十年 老實說都沒有辦法通過 那這家父呢 總所得這個制度呢 在我看在歷次的會議 或者是紀錄裡面 也有很多的爭議 就跟現在 我想也是差不多 那麼很多的爭議在 所以 既然立法院 他已經通過一個議案 對我們行政單位來講 他就變成一個法律 這個法律呢 我們是一定要去執行 那麼 我想當然 有很多理想 但是這個二代健保的補充保險費 也是邁進了一大步 我想是非常對整個未來這幾年的 不管是財務 對醫療品質的提升 還有各方面 醫療資源的分佈的均勻 均勻這些 都有很大的注意 我相信這是一個 我們在行政單位呢 是會努力來做 但是我們會廣聽各方的意見 就像補充保險 我們已經召開七次會 那麼邀請各界來 我們會繼續的來召開 甚至召開上千場的說明會 來讓大家呢 會讓大家各種意見都能夠進來 那麼然後來做最好的改善 一百年 N月四號 我們就立法院三讀通過 元月二十六號總統也公佈了 那麼這其中的轉折 就是大家在協商期間認為 我們像這個扣角跟結算的程序反覆 行政成本龐大 第二個呢 結算的時間延宕 第三個是交付狀況變動頻繁 第四個是財源較不穩定 那這種狀況 就是我們大家大家當時所擔心的 所以在一百年 原來四號三讀通過以後已成為法令 那麼現在要實施了 我們現在才看到 我們今天回來檢討這個可行性規劃 這個不覺得很好笑嗎 第二個 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通過的首長 現在拿了汽油桶 到處在救火 我不曉得是點火還是救火 這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當時的首長 那楊署長不是當時就是這個主導的這個首長嗎 那現在我們衛生這個衛生署是主管機關 楊署長的這個對外面的講法 你們都沒有出來反駁嗎 有我們都有提到這個事情 而且事實上楊署長事實上最近也提到說 他希望還是先上路 那麼然後我們再來做慢慢的修正 這個是他最近的建議 我坦白講我很納悶 我很納悶 一個首長通過的案子 現在經過一年以後 現在覺得說 他當時是好像是被迫同意的 這個是什麼跟什麼 這不是太不負責任了嗎 而且整個這個制度 這個是事關全民的 這個福祉跟這個人民的利益 那這個公平正義之所在 既然都已經通過了成為法令的 現在還到處拿著汽油桶去救火 我覺得真的不可思議耶 署長你有什麼建議嗎 我想我們會 我站在我的立場 因為前面的我也沒有參與 不過我會很詳細的已經都看完前面的這些紀錄 然後我想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既然已經變成一個法律 我會努力來執行 那麼未來呢 我們還是會努力來形成一個三代健保的規劃 那麼朝向更理想的角度來進行 所以我也認為說 補充保險會 這個案都已經公佈了 成為法令一定要做 既然要做 我們應該要把它做好 有這部分 不可以完成的 不可以理想的 我們是不是在這個地方要學到經驗 作為我們三代健保 未來改革的一個方向 如果可以每個理想 用交互總所得 那我想大家皆大分析 大家都覺得公平 但是如果現在已經成為法令了 我們再回頭來檢討它的這個可行性 我覺得 這樣就覺得太好笑了 這個議題太好笑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 你幾年到這個 已經先發明了 衛生署應該盡速完成所有的執法規 我們都是朝著這樣子 大概六月我們就會 那麼現在目前已經陸續在公告 陸續在公告 預告 應該是全部 大家的執法規配套中做好 讓它上路 針對缺點 我們來提改進的方案 這一個部分 未來我們在這個行使 這一個 我們的法律中間 如果有碰到自在男性 或者不公平的地方 我們可以用 後續的行政措施 或者是用我們立法院 在修改法令 來作為補救 那麼以為我們第三代 這個交互總所得 這個理想的制度的 這個 初期的這個 這個實驗 或者是經驗的累積 才造就我們 這個完整的這個法令 因為誰都不知道 現在過去通過了 這個 現在 有人質疑 但是 質疑歸質疑 沒有實際落實 怎麼知道 問題在哪裡 你如果知道 兩百幾個叫不到 什麼人知道 坦白講 連衛生署自己都沒有把握 我 你們也沒有完全的把握 對不對 到底行政費用多大 你們也沒把握 那是這樣 這是用過去的資料 推估來的 這是推估嘛 這推估跟事實還有一段距離 是不是 有辦法知道 人生是不是 沒有辦法 財務沒有辦法負擔 都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想是這樣 應該是 緊對 這個 澳大健保 趕緊如期上路 執法規 趕快 規劃完畢 當為 我們第三代 健保改革的一個方向 做為基石 將來能夠達到我們的理想方向 那是 那是最好的 是 所以 市長你要把全國人民選擇這個嗎 好 就是說 加護總總得 是一個非常理想 的一個目標 但是在過去這個 十年 他都沒有辦法通過 表示他也有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 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麼 把這個 現在的 我們可以 執行的一個 目前通過的 一個法律呢 我們大家來努力來做 把它做得非常的 合理 公平 然後呢 我們再繼續的 就繼續同時來進行三代的改革 那朝向大家一次認為最理想的一個方向 那把那些 認為大家有爭議的問題 再給他去除 那也許這又要弄好幾年 所以我們目前呢 為了這個健保的各方面的需要 他的財務 他的醫療品質 我想我們先還是要 在行政單位 我們要通過 要執行 立法院所執行的 通過的一個法律 來執行 還是要照著這樣走 世界上 這個 很多的國家有做健保 有的部分健保 那 終歸台灣的健保制度 可以說在世界上是公認 比較完美的之一 比較完美的之一 那麼我們應該珍惜現有的基礎 那 也不能讓我們的健保來破產 對不對 所以在這一方面 未來在實施中間 如果有什麼 需要我們補充法律 或者是由我們行政命令可以解決的部分 我們一定每年都會來 全力配合 但是呢 在這之中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在 這個 落實我們 二代健保的時候 我們 這個衛生署 應該用心 來朝向更公平正義的方向來走 是 我們一定會朝向這個努力 那麼 其實在現在的補充保險費 我們也是會 各多聽取各方的意見 那麼朝最公平最合理的方向走 那書長有沒有 有沒有把握在元月一號 能夠 這個如期上路 事實上我們在六月 大概就可以把所有的預告 那 預告呢 其實就可以 差不多可以執行 那麼 然後多聽取各方的意見 然後再舉辦這個 各說明會 大概我們會上千場的說明會 然後到 一月讓大家都了解以後 我們再繼續的 我知道這一次是有我們很多的 醫院反應 來不及 所以你們沿到元月一號 對 因為公告以後 他們還是要準備 這個很多來不及的 所以 還是順應名利 但是呢 我想在這一方面 這個過程之中 也要跟我們 這個地方基層的 這個各醫院 以及我們的健保局 能夠確實的來配合 讓我們的二代健保能夠順利 主旗來上路 能夠真正讓人民覺得幸福 這個應該繳的 多繳的 就不應該減少 好 謝謝你